星期五 德州休斯顿警方接到报警电话后 赶到郊区一座两层楼的民宅 发现90多人挤住在一起 除了5名女性 集中绝大多数是男性 没有儿童 年龄最小的20岁出头 他们衣着单薄 但没有被捆绑的迹象 休斯顿警察局局长达林·爱德华兹对媒体表示 可能是民宅里的人报了警 他认为这是人口走私 而不是人口贩卖 当局发现 有几名受害人表现出感染中共病毒症状 发烧 丧失部分味觉或嗅觉 当地卫生部门给他们做快速病毒检测 休斯顿助理警察局长坎图表示 有5个人结果呈阳性 警方还给他们提供食物 分发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 带他们离开 目前还不清楚去哪里 截至周五下午 还没有发现嫌疑人信息 国土安全部正在对此案展开调查 新唐人记者李清怡 上进综合报道 明镜上 谢谢观看